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爸爸指着奶奶大声怒骂 你再说一句要回家试试 他满脸怒容 唾沫飞溅 因为今天是爷爷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奶奶驮着背 送走了所有宾客 小心翼翼地对爸爸说 娘没几年好活了 行行好 让娘回去看看你外公外婆吧 如果是平常的探亲 爸爸或许会答应 但情况特殊 奶奶是在五十年前被爷爷从临省拐来的 那时是七十年代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失踪的人很难找回 那时的人即便知道自己被拐 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因为山高路远 难以逃脱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 上个月 奶奶在电视上看到一则 关于离散二十年后成功认亲的新闻 她浑浊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光亮 从此 心中早已熄灭的寻亲之火 重新燃起 顶着爸爸的怒火 她善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这是你外公外婆的照片呢 小时候娘天天抱着你看呢 话还没说完 照片便被爸爸愤怒地打飞 在空中打了几个旋 落到泥地里 去你的外公外婆 老子早忘了 爸爸冷冷地撇也不撇那张照片 院子里寂静了几秒 周围的宾客都在看热闹 我想上前帮奶奶 却被浑身发抖的妈妈紧紧拽住 男男 别去 会被你爸打死的 她害怕地说 奶奶低头看着照片 沉默了片刻后 弯腰捡起照片 轻轻擦拭着那张她与父母的合影 然后她走进屋里 翻出那个破旧 不满补丁的绿色帆布书包 那是她小时候上学时 父母特意给她买的 书包里装满了她省吃俭用买来的纸钱 奶奶背上帆布包 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去 低声说儿啊 我想家了 我想给我爸妈捎张纸 爸爸愤愤地瞪着她 突然咬紧牙 抓起铁锹冲了上去 院里传来一声惊呼 下一秒 铁锹狠狠地砸在了奶奶的头上 就是我们老李家养的一头牲畜 有啥爹妈 奶奶倒在地上 满头白发中渗出鲜血 越来越多 人群都吓傻了 但有些亲戚却在起哄 老李打得好 就该这样 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小叔也跑出来 幸灾乐祸地吐了口唾沫在奶奶脸上 你就是我爷花钱买来的贱货 想跑 门都没有 妈妈抱着我哭出声 眼泪一滴滴落在我手臂上 刚才死死拦着我不让我插手的她 此刻却第一个冲了上去 老公 你这是干嘛 她可是你亲妈呀 妈妈挡在奶奶前面 明明害怕 却坚定地护着她 她那条腿就是咱爸打断的 我打她头怎么了 爸爸冷笑着说 儿子 你要记住 女人在咱老李家就是要这么教训的 她转头看向弟弟 弟弟目光发亮 重重地点了点头 奶奶的嘴唇已变得苍白 需要赶紧送去医院 我慌忙掏出手机 但下一秒 爸爸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敢打120试试 今晚就让你死在这 我被她吓得不敢动 只能翻出几卷纱布帮奶奶止血 随后连夜下山去找村里的老中医拿药 奶奶昏迷了一夜 几次险些断气 最终还是撑了下来 我抱着膝盖 看着奶奶满是风霜的面旁 问妈妈 妈妈 为什么爸爸不让奶奶回家探亲 她又不会跑 妈妈轻声道 你爸爸打算把你奶奶送给你伯公当媳妇呢 我吃惊不已 明明奶奶是爷爷的妻子 伯公是爷爷的哥哥 爸爸怎么能这样 妈妈叹了口气 都怪当初的世道乱呢 年轻时 你奶奶还被你爷爷逼着去伺候你伯公 对爷爷来说 女人只是物品 她和伯公一直共享着她 当年奶奶最初不同意 但被爷爷打成重伤后再不敢反抗 后来 她还被伯公强迫 怀上了一个女儿 爷爷表面上笑呵呵 却因弟弟而气愤不已 百般折磨奶奶 导致她早产 伯公见是个女儿 眼都不眨地抱着还在喘气的孩子走进树林 丢进了小河沟 奶奶醒来得知此事 疯了般提刀砍飞了伯公一只手臂 爷爷气地将奶奶的腿活生生打断 以此赔礼 此后 伯公没再骚扰奶奶 但爸爸基于她的田地 主动提出将奶奶送给伯公 以拉近两家关系 听完这些 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难怪村支书多次上门劝搬到山下 爸爸始终不肯 他怕搬下去后 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全村人盯着 再也当不了家里的霸主 天渐渐亮了 奶奶迷迷糊糊地喃喃自语 我凑过去 听了半天 依然不懂她说什么 妈妈了然地擦了擦眼泪 你奶奶这是在叫你早妖的姑姑呢 她想她的女儿了 妈妈说 奶奶每次被爷爷折磨得要死时 总是念叨着要去见女儿 于是她扶起意识烧青的奶奶 轻轻替她披上外套 又拿出一根香蕉和一个苹果塞到奶奶手里 妈 趁着当家的还没起床 您去吧 她温柔地替奶奶擦去浑浊的泪水 扶着奶奶一步一步走出家门 屋后几百米远的小河沟便是目的地 尽管路途不远 但我们花了一小时才到达 奶奶每走一步都喘着粗气 疼得厉害 她的旧伤复发 纱布已隐隐渗出血 但她从未停下脚步 终于到达河沟边 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 撑着树干放生痛哭 河沟里埋着她死去二十年的女儿 一个她从未抱过 喂喂过一口奶的孩子 奶奶的哽咽声惊起了一群鸟 扑隆隆地飞向远方 我隐约听到妈妈在身后的哀嚎声 南南 快扶我回去 你妈妈挨打了 奶奶把手中的香蕉和苹果 轻轻扔进沟里 摇摇晃晃地抓着树站起来 颤颤巍巍地朝家走去 当我扶着奶奶进到院子时 眼前看到的是妈妈脸上 布满边痕的模样 爸爸手中长鞭还在不停地抽打着 每一下都重重地甩在她身上 弟弟在旁边拍手叫好 喊道 老子早就告诉你了 小河沟不准去 说着 爸爸猛地掉转鞭子 朝奶奶脸上抽来 我赶忙用背挡住 指着一边 我背上便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当家的 我也挨了打 就别再打妈和喃喃了 妈妈爬起来 哀求着爸爸 爸爸这才作罢 扔下鞭子 滚去厨房做早饭 妈妈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抬头冲我们摇摇头 示意她没事 她裸露的手臂上满是疤痕 这是这些年她承受的伤 有一半是替我挡下来的 所以 我身上的疤痕 是家里最少的 我以为今天妈妈的苦难终于到此结束 没想到下一秒 厨房里却传来她凄厉的惨叫 我冲进去 看到弟弟端着一盆滚烫的热油 直接泼向妈妈 刚才爸爸留下的鞭痕 在热油下发出痴痴的声响 伤口被烫得皮肉翻卷 冒着白烟 像是被煮熟了一般 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脑中一片空白 身旁的弟弟却在咯咯地笑 我颤抖着问他 他可是你妈呀 看着妈妈痛苦的模样 我提起两桶冷水朝她身上泼去 缓解了一丝她的痛苦 哀嚎声才小了些 我赶忙将她扶起来 用水瓢轻轻地浇在她的伤口上 这家人像野兽一般 真是太残忍了 我愤怒地抬眼 目光像刀子般射向弟弟 而他竟然还在冲我半鬼脸 这时 他背后突然投下一道阴影 弟弟以为是爸爸来了 急忙回头炫耀他的战果 却没想到下一秒 奶奶冷着脸 一巴掌重重地扇了上去 啪得一声清脆响亮 弟弟的半张脸瞬间红了 他愣了好一会儿 随即扯着嗓子哭了起来 我抱着妈妈看呆了 第一次见奶奶动手打人 你这老不死的 敢打我儿子 爸爸的怒吼从院子里传来 我吓得一颤 心想奶奶这次完了 然而 院外却传来一道清澈的声音 李大叔 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透过门缝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蓝格子衬衫的青年 戴着眼镜站在栅栏外 冷冷地注视着这里 是新掉来山下的村之书 我心中一喜 奶奶不用挨打了 爸爸挠挠头 试图用身体挡住厨房里的惨状 刚才什么味道 什么声音 村之书推开院门走了进来 越过爸爸走到厨房门口 背对着光 眉头紧皱 这是你儿子干的 爸爸连忙辩解 不是 不是 我老婆自己笨 摔倒了 村之书冷冷地看着他 不可能 身子不傻 肯定会躲开热游 是你家小儿子干的吧 爸爸表情一僵 突然狠狠地戳了弟弟的头 小杂种 整天调皮 快给你妈道歉 弟弟不情不愿地站着 鼻子里哼了一声 算是道歉 村之书皱着没问 李叔 就你们家还不肯搬下山 这样我没法交代呀 爸爸笑着不做回应 村之书继续道 村里人好几次反应 总是听到山上传来惨叫声 现在是法治社会 别太过分了 还有 你儿子每天跑下山 欺负独居老人 你也得管管了 爸爸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 笑容僵住 勉强说道 村之书说的事 我会注意的 最终 他不得不妥协 点头陪笑 村之书才转身准备离开 我急忙叫住他 袁之书 可以留个您的电话吗 爸爸在旁边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忍着恐惧 坚定地看着村之书 村之书看了我一眼 答应了 让我记下他的号码 我松了一口气 总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日后他或许能帮到我们 爸爸一脚踹了过来 骂道 没见过男人吗 急着往上扑 我被踹翻在地 但他踹了一脚就走了 奶奶缓缓蹲下来 从怀里摸出烫伤膏 轻轻涂在妈妈的伤口上 妈妈疼得直冒冷汗 哭着叫了一声妈 奶奶点头 轻抚着她的头发 我坚强的女儿啊 妈妈哽咽道 您回去探亲吧 我帮您 至少您的家人还在盼着您回去 奶奶叹了口气 妈知道 妈这五十年没有一天 不想回去看看爸妈 妈妈安心地昏了过去 眼角挂着泪痕 半夜 奶奶看着熟睡的妈妈 低声说出了她的往事 原来 妈妈是被外公外婆亲手卖给我爸的 我看着憔悴的妈妈 心里泛起一丝酸楚 难怪她从未和我提过外公外婆的事情 每年中秋节 同村的小伙伴们都能回外公外婆家吃月饼 只有我没有 我也曾问过妈妈 她只是愣了半晌 接着整晚流泪 奶奶说 妈妈曾试图逃回家 可第二天便被外公外婆五花大绑 亲自送了回来 甚至在我爸和爷爷面前狠狠地教训她 辱骂她 最后陪着笑脸离开 自那以后 妈妈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 奶奶 您告诉我老家的地址 我求村之书帮我们查查 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您的亲人 奶奶欣慰地点头 刚要开口 突然停住 窗外伸进一颗猥琐的头 是伯公 我被她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 赶紧按下村之书的号码 伯公拖着一只残废的手臂 跨进门来 音笑道 老婆子 你马上就是我媳妇了 慌什么 奶奶抄起一根棍子 恶狠狠地瞪着她 你这畜生 伯公轻蔑地瞥了眼那棍子 迅速扑上前去 像只狡猾的黄鼠狼 躲过棍子后 一脚踹倒奶奶 她冷笑道 不过是个赔钱货 至于你恨我这么多年 给我闭嘴 否则我杀了你 奶奶的眼中涌出泪水 头上的伤口 撞到墙壁又裂开了 血顺着额头流下来 我想上前帮她 却被伯公拽住了手臂 你就是弟弟的小孙女 真嫩啊 也一并跟你奶奶做我的媳妇好了 她猥琐地黑黑笑着 滚开 你这个杀人犯 我愤怒地朝她吐口水 趁她愣神时破口大骂 你们这一家都是 没良心 没人性的畜生 迟早会被抓去坐牢 我和奶奶 妈妈 会好好活着 亲眼看着你们遭报应 博公被我的话激怒了 咬牙切齿地将我推到墙上 腾出手狠狠地扇了我几个耳光 我被打得鼻血直流 意识都有些模糊 隐约听见她恶狠狠地威胁奶奶 你敢跑 我就弄死你那个傻儿子 难道你忘了还有个儿子吗 她残忍地笑了笑 当年她才五岁 现在也五十五了吧 奶奶的眼睛猛然瞪大 喊道 我儿子被你们关在哪里 他还活着吗 告诉我 博公冷笑了一声 正准备说话 忽然院里冲进来一个人 气喘吁吁地喊道 李老博 你在干什么 是原之书 他看到满头是血的奶奶 和我捂着鼻子狼狈的样子 顿时愤怒道 你竟敢家暴 故意伤人 你知道这是要蹲监狱的 博公被吓得脖子一缩 奶奶急忙辩解 不是的 知书 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 不怪孩子 他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低下头 似乎为了保护博公 而谎称是误会 结果我打电话请来的知书 最终成了个笑话 博公得意地说道 知书 我知道你年轻气盛 但别上来就乱扣帽子 这就是你们村的村知书 笑死人了 原知书却并不恼火 冷冷回道 那你大半夜进人家屋子干什么 跟我回村里一趟吧 博公临走前 还朝奶奶投来一个轻蔑的笑容 奶奶爬过来抱着我哭泣着说 奶奶对不起你 可要是不替他遮掩 我的大儿子就没命了呀 原来当年奶奶本来嫁到了一户好人家 还生了个可爱的儿子 有一次他带着儿子上街 被爷爷看中 把他们母子都拐了回来 途中爷爷几次想丢下他儿子 但奶奶以死向逼 爷爷才作罢 可后来 这个五岁的儿子却被爷爷和博公偷偷带走藏了起来 成了永远拴住奶奶的筹码 奶奶崩溃地垂打着自己的腿 他们把我儿子关在山上的某个角落 五十年来我都找不到 奶奶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着 他才五岁 该有多害怕呀 爷爷和博公每年都剪下一截大伯的指甲给奶奶看 好让他安心 不然他早就一死了之了 奶奶 您听我说 我一边帮他包扎伤口 一边冷静分析 既然您找了五十年都找不到 大伯说不定根本不在这座山上 可能被藏在别的地方 如果他被关在附近的某个木屋 周围肯定有猎户或农户见过 我抹去奶奶的泪水 阿妹道 您别怕 我们可以请原知书帮忙 附近村子的知书 他肯定认识 奶奶缓缓点头 我听喃喃的 我给原知书发了信息 并嘱咐奶奶和妈妈一定要忍耐 等消息 他们都乖乖答应了 可我没想到 仅仅两个星期后 家里就出事了 那天傍晚 村里几十口人趁着知书出门开会 挤到院子里 揪着爸爸的领子问责 你儿子把我老娘活活饿死了 你打算怎么赔 原来 弟弟觉得扔石头杂毒拘老人不过瘾 竟将老人推回屋内锁上门 把钥匙丢进盒里 老人被困屋内 哀嚎了几天 等人们捞起钥匙打开门时 他已被活活饿死 老人的儿女怒气冲冲地要求爸爸赔偿 否则就当场砍死弟弟 爸爸吓得发抖 弟弟则躲在隔壁屋里小声哭泣 这时他才知道害怕 我和妈妈 奶奶躲在屋里 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事儿是他们自己闹出来的 就让他们自己承担 我低声说 最好报警 不少村民的孩子曾被弟弟欺负过 此刻自然借机把旧账一起算 然而 老人的儿女却连连摇头 不行 不能报警 我们要他们赔钱 人群疑惑 赔偿 老人的儿女笃定道 对 不赔个几百万就报警 要是钱到位了 我们就当我妈是自然死亡 兄妹俩对视一眼 眼中露出贪婪的光芒 人群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 这兄妹根本不是为母亲讨公道 而是为了额钱 村民们明白过来后 有人低声抱怨 怪不得他们从没来看老人一眼 感情是没人愿意养他呢 但眼下事态已失控 大家只能继续附和 对呀 快把钱赔了 这时 伯公也赶来了 笑着打圆场 大家放心 钱我们会赔的 只是宽限几天 人们见他这么说 渐渐散去了 我感觉不对劲 趁着夜色悄悄溜出去偷听 发现伯公把爸爸拉到屋后 爸爸紧张地问 大伯 我哪里来这么多钱 就算把地租出去也不够啊 伯公冷冷道 你这个傻子 家里不是还有三个女人吗 老的可以卖了 至于你媳妇和女儿吗 他压低声音 说出一个阴险的计划 现在有很多人急需器官救命 两个人的器官能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爸爸沉默两秒 果断点头 好 就这么办 我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伯公得意地笑了 搓着手说 到时候你可要分点钱给我 让我也买个年轻点的媳妇 爸爸敷衍地笑着答应了 我蹲在墙角发抖 心中充满恐惧 这两个人简直疯了 我悄悄溜回屋时 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袁之书发来的消息 或许他真能救我们 村之书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一是找到了大伯的下落 他被关在隔壁镇的山里 二是联系上了奶奶的娘家人 我笑着抱住泪流满面的奶奶 村之书说 您的父母临终前还叮嘱家人 一定要找到您 您小姨和儿子 明天会在隔壁镇等着接您 我激动地说 奶奶 我们逃吧 一起回去祭拜您的父母 这个地方 我们待不下去了 再待下去 我们会被害死的 奶奶不断地点头 紧紧握着我的手 说 要带上你大伯 一起走 我坚定地点头 奶奶放心 明天我们就去找大伯 天还没亮 爸爸和伯公便悄悄收拾东西走了 打算找人贩子把我们卖掉 我和奶奶 妈妈趁他们离开 立刻锁上弟弟的房门 提着行李下山 村之书开车来接我们 载着我们直接赶往隔壁镇 大伯被囚禁的木屋在深山中 路途不近 但奶奶坚持要亲自去接他 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一瘸一拐地冲在前头 为我们拨开荆棘藤外 高大的树木遮住了阳光 周围静悄悄地 诡异极了 只有奶奶的喘息声和喃喃的自我鼓励 推着我们前进 她不停地说 快到了 就快到了 我的儿子一定吃了很多苦 绕过一大丛荆棘 那间囚禁了大伯五十年的木屋 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奶奶亮亮呛呛地冲到木屋前 看到上了绣锁的门 一靠近就闻到一股恶臭 但她毫不在意 用力拉扯着锁喊道 安安 你在里面吗 妈妈终于来找你了 农户拿出砍刀 将奶奶拉到一旁 一刀一刀地砍着锁 所有人都平住呼吸 盯着那把锁 一刀 两刀 三刀 终于咔嚓一声 锁断开了 奶奶冲进屋里 看到角落里蜷缩着一个被铁链锁住的长发中年人 她瘦的皮包骨 头发成缕粘连着 一半已经变白 蜷缩在发酥的米饭和排泄物之间 听到动静 她立刻惊恐地爬起来 用双臂护住自己 等她眯眼看清眼前瘸腿的老人 突然呜呜地哭出声来 妈妈 你怎么才来 奶奶跪倒在地 紧紧抱住她 泪水一滴滴砸在大伯的手背上啊 妈妈来了 妈妈来接你了 大伯抽噎着说 安安很乖 有听妈妈的话 好好吃饭 没有惹坏人 妈妈 我想你了 想让爸爸带我回家 好不好 她的神态和腔调 就像五岁的小孩 奶奶愣了一下 眼泪更汹涌地流下来 胡乱地点头 好 带安安回家 五十五岁的安安因为长期被囚禁 心智停留在了五岁 奶奶拉着她 两人搀扶着 就像五十年前一样走下山 到了路口 我们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三轮车上 探头张望着这边 颤抖地问 是小姨吗 她慌忙 用衣袖抹去眼泪 又朝这边看了看 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说 我是您外甥 我妈和爷爷奶奶去世前一直念叨着您 说着 这位中年人竟也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终于可以带您和表哥回家了 大伯看着奶奶 轻声说 妈妈 我记得那张照片 您也有一张的 奶奶点点头 领着大伯一步步走到外甥面前 泪眼相对 满是感慨 奶奶招呼我和妈妈 南南 快过来 咱们一起回去吧 她露出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笑容 村支书也红了眼圈 轻轻推了我一把说 快去吧 我和妈妈点头准备上车 突然 身后传来爸爸疯狂地怒吼 老子看你们往哪走 爸爸和伯公从树林里冲出来 提着砍刀 身后跟着两个大汉 看样子是他们找来的人贩子 弟弟从草丛中跑出来 脸上还有两个红红的巴掌印 指着我们尖叫道 就是这三个畜生 快砍死他们 我和妈妈不由地一抖 村支书立刻护在我们身前 快走 我和妈妈拔腿就跑 村支书怒斥道 李家的人 你们竟敢当着我的面囚禁拐卖人口 爸爸和伯公冷笑 不以为意 我说是谁这么胆大 原来是你呀 支书 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 是你逼我们的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满脸杀气 干脆把你也做掉 免得碍事 他们带来的两个大汉立即扑上来 与村支书扭打在一起 村支书孤身一人 很快被压在地上挨打 身后传来他的闷哼声和爸爸 伯公急促的喘息声 吓得我心跳加速 奶奶焦急地坐在三轮车上 朝我们伸出手 快呀 快跑 要追上了 我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手 心中暗道 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就在我拉住奶奶手的那一瞬间 妈妈却扑倒在泥地里 我回头 看见她领口露出的伤口 已经破皮肾血 才猛然意识到 这些年妈妈一直被爸爸和伯公毒打 前些日子还被烫伤 身体状况不比年迈的奶奶好多少 妈妈狼狈地望着我 眼中带着不舍和决然 她爬起来 迎着爸爸和伯公 抱住他们的腿 硬是将他们拖倒在地 妈 快带楠楠走 被制住的爸爸和伯公疯狂地踢着她的脸和手 她断断续续地喊 快走 我和知书拖住他们 鼻血和泥土糊满了妈妈的脸 我突然哭出声 心意狠 松开了奶奶的手 伯伯 快开车带奶奶回去 我哽咽着说 我和妈妈会来找你们的 一定会 伯伯用力地点头 一脚踩下油门 车迅速开出五米远 奶奶在车上绝望地哀嚎着 喃喃 闺女 她怀里掉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我迎风接住 将她紧紧塞进怀里 转身朝着爸爸和伯公 奋力冲了过去 当我狠狠踹过去时 能感觉到爸爸的一颗牙被踹掉了 她从泥地里坐起来 捂着流血的嘴怒吼 你敢打你老子 我捡起一根木棍 用力挥过去 心中想 早就该这么做了 我们打成一团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直到我和妈妈四肢满是砍伤 才在喘息间 感到伤口的剧痛 一下又一下地疼痛袭来 村支书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生死未卜 爸爸 伯公 两个大汉和弟弟围在我们周围 残忍地笑着 像猎人戏耍猎物般时不时举起砍刀 等我们举起木棍戒备 他们又放下刀哈哈大笑 像是在斗野兽一般 王哥 您看这两个女人能卖多少钱 爸爸讨好地问人贩子 人贩子慢悠悠地说 切开卖的话 能植这个数 他伸出四根手指 爸爸兴奋地笑了 朝我们催了一口 呸 你们这样的货色能卖这个家 是你们的福气 弟弟也跟着催了一口 我头重脚轻 几乎站不住 但看向他们身后 仍然勉强支撑着精神 冷笑道 那把你们送进牢里 也是你们的福气吧 听我这么说 他们的脸色一变 满眼恐惧 因为身后正有十几个警察冲过来 一脚将他们踹倒 狠狠按在地上不许动 连弟弟也被警察反扣住手臂 疼得哭出声来 不远处 帮我们进山的农户吓得两腿发抖 脸色惨白 原来村之书早就让他下山后立刻报警 原之书被人扶起来 满脸轻肿 吐了一口血 对我们虚弱地说 去做伤情鉴定吧 爸爸他们被抓走了 我、妈妈和原之书先去包扎伤口 随后进行了伤情鉴定 接下来 原之书带着我们起诉爸爸一家 指控他们家暴 故意伤害 非法囚禁 拐卖人口等罪名 法院很快判了刑 村里人都拍手叫好 纷纷骂到判得好 我和妈妈商量好后 连夜坐车去了奶奶的老家 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颠簸 刚一到达 便得知奶奶即将去世的消息 伯伯带我们进了一座老宅 摇头叹息道 小姨已经昏迷十几天了 医生说她不行了 我和妈妈进了屋 看到奶奶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呼吸微弱 大伯守在旁边 哭得眼睛都肿了 我摇头不敢相信 奶奶才刚脱离苦海 才和家人团聚 怎么会撑不下去呢 他们说奶奶当天回家时 远远地看了一眼父母的牌位 便因激动过度晕了过去 也许是多年的委屈终于得到了释放 也许是因为没能送走亲人而感到愧疚 又或者是仍担心我和妈妈的安危 奶奶这大半生的磨难 让她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妈妈低声啜泣 紧紧拉着奶奶的手 妈 您快醒醒啊 您都回家了 怎么能走呢 奶奶的眼睛努力转动 似乎想睁开眼皮 但最终还是徒劳 我流着泪 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 轻轻放在她手中 奶奶 您还没和父母上香烧纸钱呢 忘了吗 明帝还装在包里呢 您才刚和大伯团聚 没人照顾她 您怎么能放心呢 还有小姑的坟墓 您一直没机会盖 现在可以了 您舍得让她继续冰冷地躺在河沟里吗 奶奶 别离开我们 好不好 忽然 奶奶的胸口剧烈起伏 开始用力呼吸 手指艰难地握紧照片 像是在与死神抗争一样 第二天 她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大家喜极而泣 她休养了三天 起身背上照片和冥币 执意要上山去拜祭父母 来到太爷太奶的墓前 奶奶重重跪下 就那样长久地跪着 久久不曾起身 她拉着大伯的手 稍着冥币 在父母面前说了很久的话 最后 她取出那张照片 摸索着 从怀中掏出那就翻布包 轻轻放在墓前 爸妈 女儿不孝 这书包就放在这里 就当女儿永远陪着你们 下山时 她问了一句 安安的家人可都还健在 旁人愣了一下 缓缓回答 姨父和她母亲在您被拐的第二年 就因思念成疾而去世了 对他们来说 唯一的血脉和妻子都没了 他们怎么受得了这个打击 奶奶缓缓点头 再次迈进家门时 抱着门框痛哭失声 爷爷摧毁的不仅仅是奶奶的幸福 他毁掉了两个家庭 让他们一个个死去 疯了 残疾 最终阴阳两格 再无相见之日 第二天 他带着我们和大伯回到他曾经的家 这里早已无人居住 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但偌大的宅子 依稀显露出曾经的富足与安逸 奶奶原本也拥有两个幸福的家 可如今都千疮百孔 已不复往昔 他拉着大伯 在宅子里走了许久 最终在祠堂前拜了三拜 喃喃道 当家的 我和安安回来了 说吧 泪水滑落脸庞 最终 奶奶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乡 大伯也随他而去 这对母子终于再也不会分离 我们到达山脚时 村之书已经在等我们了 他告诉我们 弟弟几天前意外在河里淹死了 原本他被警察释放后 因为没有监护人 暂时寄养在村之书家里 不知为何 他独自跑到河边 有村民说他害死了独居老人 是被老人冤魂拖下水的 也有孩子说 他在河边到处找落单的老人 想继续扔石头砸人 而村之书怀疑 是老人家的子女推他下水报复 因为他们没有从爸爸那里得到赔偿 老人去世后 村民们议论纷纷 说那对儿女因为要不到赔偿而丢了脸 所以一气之下把弟弟推下了河 不过因为没有证据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妈妈听后难过了许久 毕竟弟弟是他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终究还是有感情的 但我觉得这是弟弟的报应 他从小跟着爸爸 不让妈妈教导 早已在爸爸的影响下变成了另一个恶人 否则他不会害死老人 更不会用滚油泼向妈妈 这一切 并不是妈妈的错 村之书在村里为我们找了一处房子 从此我们再也不用回那个阴森的山上老宅 没有爸爸的辱骂和殴打 没有弟弟的嘲讽 也没有伯公的阴谋 这里的新家温暖又安宁 安顿好之后 奶奶带着我和妈妈 将弟弟的牌位抬回了山上的老宅 那里才是她的归宿 半年后 我们用卖庄稼的钱为小姑建了坟墓 还做了一个隆重的法事 奶奶说 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冻了 日子平静地流逝着 我大学毕业后 在县里找到一份工作 每周五下班后 我都会直接赶车回到乡下的家 家里有奶奶 大伯和妈妈 他们会为我准备好吃的饭菜 细心倾听我讲工作的趣事 说到好笑的地方 他们会哈哈大笑 随后将我抱在怀里 大伯会在昏黄的灯光下 开心地跳舞 而我抱着抱枕 惬意地躺在沙发上 可我没想到 这次来接我下班的是袁之书 他摇下车窗 清秀的脸上 带着些许不自然的微笑 略显青涩地说 奶奶他们让我来接你回家 要上车吗 我望进他清澈的眼睛里 恍若回到当年 我微笑着答道 可以啊 两年后 我和袁川结婚了 在婚礼当天 奶奶和妈妈穿着漂亮的衣服送我出嫁 大伯提着花篮绕着我不停地洒花 我看向奶奶 她的眼中满是满足的笑意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冒雨来几副荣川的酒吧送花时 却听酒保说 她在包厢安慰一个被客人欺负哭的服务员 怀里的玫瑰花瓣上还挂着几滴雨珠 我正要推开门 就听见她的吃笑声 苏源 她舍得和我生气 我在她面前和女人接吻 她第一反应大概都是问我舌头酸不酸 屋里传来阵阵哄笑声 有人问川哥 半年前你可是把苏源当作眼珠子的 哥几个多瞧一眼都不行 最近这事幡然醒悟了 妇荣川怀里还以着一个漂亮的有些刺眼的女孩 文言风轻云淡道 山珍海味 吃够了 想喝点白粥换换口味 但归根到底粥还是太淡没劲 苏源是太淡了 也就那张脸能看 比大学生还嫩 听了别人对我满是轻挑的点评 妇荣川毫不在意地道 嫩是嫩 可吃多了 谁不腻 再者 她太容易满足了 我随便送个东西都当宝贝一样 她把玩着怀里女孩的手指 轻飘飘给我下了定义廉价 我在门把手上的手指松了又紧 最终还是突然收回 我转身把已经有些粘了的花扔进垃圾桶 头也不回地出了酒吧 可能是前半生太过循规蹈矩 致使我吃恋形势不拘一格的富荣川多年 我是她所有女友中最不漂亮的一个 学历普普通通 长相普普通通 连身材也差得可怜 可她却偏偏因为我动了想结婚的念头 灰姑娘的故事照尽现实 所有人都惊叹我手段了得 能让海王收心 浪子回头 可我从没用过什么手段 只是想拿真心换真心而已 真心掏出去了 却只换来廉价二字 五年恋爱长跑换来这个结局 我还坚持什么呢 最近几天我没有回公寓 一直待在自己的花店芙蓉川 没问过一句我的行踪 直到我偶然刷到娱乐头条 娱乐圈新尽小花 与神秘男友在豪华酒店相会 照片中的男人穿一身黑衣 中纸上的婚戒恰巧和我是一对 这对戒指是我和富荣川出去旅游时 在一家手作店一起打磨而成的 去拿成品的那天 他向我求了婚 那时候的山盟海事此刻尽数化为利刃 把我扎得鲜血淋漓 我看着电脑屏幕发呆 直到手机订单提示音响起 才恍然回神 一旁正娇花的小韩凑过来 惊讶到 订了咱们整个店的玫瑰 使那位公子哥哄心上人开心 阵仗可真大 这女孩该感动成什么样啊 她的语气里带了几分现彦 我包装着玫瑰没有说话 小韩不知道 那个圈子里的人追女孩砸钱 是最基本的 首饰包 珠宝 要什么给什么 你以为她非你不可 她只是在走谈恋爱的基本流程 甚至追下一个可以更轰动 我原以为订花的是和富荣川一样的大少爷 到千收地时才知道 竟然是她本人容颜娇艳的女孩 站在火红的玫瑰丛中 感动得眼眶通红 富荣川眉眼肆意笑着 亲自为她戴上一根蓝宝石项链 远远看去 二人仿若一对金童玉女 家偶天成 而我因为赶路匆忙 发丝被汗水打湿 身上还穿着店里的围裙 像偶像剧里随处可见的路人 MPC其他人都在起哄 摄影师注意到站在不远处的我 不满道 那个送花的大姐傻站着干什么 让拍照看不见吗 所有人都向我看过来 有人惊讶出生 苏元 富荣川 疏然皱起眉 望向我 不满道 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乱跑什么 来送花 我摘下中纸上的戒指递给她 诞生到 也来还你戒指 其他人见这阵掌 都不敢再出声 你又在生什么气 富荣川牵着那女孩的手 只淡淡看了我一眼 苏元 我和别的女人 就是玩玩傅太太的位置 没人和你抢 她恋爱地 吻了吻那女孩的侧脸 在望向我时 眼底满是不耐 小眠都没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呢 是啊 姐姐 我和荣川只是在一起玩玩 你不要生气啊 没有生气 我抬眼望向富荣川 平声说 我们分手吧 富荣川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提分手 你说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睛 声音平稳 我说 我们分手 婚约作废 你以后谈恋爱 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苏元 你真这么想的 她气急返笑 以后可不要又后悔求着找我复合 不会后悔 我把戒指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没再看她一眼 转身离开 身后有人察觉气氛不对 开口劝道 川哥 要不还是去哄一下吧 我看苏元这架势不像开玩笑 哄她 她也配 富蓬川梁薄不屑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就苏元那种白开水一样的女人 有人能下得去嘴 离了我 她什么都不是 有人啃娶她 我叫那人爷爷 我没有回公寓去收拾东西 那些衣服珠宝都是芙蓉川买的 本就不属于我 躺在花店狭窄的小房间里 我自嘲一般地想 也许我这种浑身上下半点闪光点都没有的女孩 就该听父母的话 找个安稳地工作过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 颓废了两天后 我逼着自己忙碌起来 忙起来就不会心烦意乱 为一些话而自卑伤神 今天要送的花是在一个别墅区 我抱着一大束茉莉暗响门铃 门很快就被打开 我忙开口道 您好 女士 您要的茉莉花已经送到了 麻烦签收一下 随后一道雌性悦耳的嗓音带着疑惑响起 女士是林女士吗 团团促促的花朵遮住了我的视线 我努力仰起头 却怎么也看不清对方的脸 手里的花突然被人接过去 视线没了遮挡 一张陈素冷峻的脸忽然出现在眼前 抱歉 这里没有姓林的女士 男人的目光轻轻落到我身上 不会让人感觉到半点不适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走错了路 连忙道歉 对不起 先生 我找错了门 打扰您了 这人一张脸生得冷淡 眼神却一直含笑 说话也十分温柔 没关系 这里的路确实很难认 如果你是要找3501的话 需要往前走 再拐一道弯 他的目光温和地落在我额头细腻的汗珠上 有些远 我让家里的佣人送一把 直到走出很远 我还有些回不过来 神手里的帕子牌子是知名奢牌 绵软整洁 却被主人随手送给我擦汗 这是一个很绅士迷人 且非常富有魅力的男人 我偏头回望了一眼那栋别墅 却见方才已经进屋的人此刻正端着咖啡站在院中目送我离去 见我回头 他遥遥举起手里的咖啡杯 浅笑着冲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耳根一热 忙收起目光往前走 再不敢回头 快到情人节 花店日渐忙碌起来 别墅区的那惊艳一眼 逐渐被我淡忘 就快到打烊时间时 店里突然来了个外送单 是送去一家很有名的会所 我让小韩回家 自己骑电车去送花 刚到会所附近 包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傅荣川的一个女性朋友 和我关系还算可以 我接通电话 她的语气有些焦急 小袁荣川 她喝多了酒 胃溃疡进医院了 医生怎么劝她都不肯好好吃药 嘴里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你快来一趟吧 傅荣川有胃病 我是知道的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是我一直在给她调理 她胃疼时会变得非常暴躁 也只有我能忍得下她的臭脾气 好声好气哄着她吃药休息 但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疼不疼 也不关我的事了 我把电车停好 但声道我很忙 她想死就让她使劲坐 不需要通知我 电话毫不犹豫地被挂断 任情看着病床上 傅荣川不耐烦的神色 犹豫到 小袁她似乎在忙 没说几句话就挂了 傅荣川阴着脸一声不吭 其他人也都不敢说话 天天就知道整那些破花 老子疼死了 她都不来看一眼 傅荣川一脚踹翻面前的桌子 玻璃杯子噼里啪啦碎了满地 她在一地狼藉中沉着脸战了半天 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 忽然笑道 苏元这是在欲擒故纵 就等我去哄她呢 她又躺到病床上 笃定道 不过三天 她一定会哭着回来求我复合 任情看着傅荣川得意的样子 有些怀疑她是被苏元抛弃给刺激疯了 这家会所是有名的乱 我托服务员把花送到后就准备离开 行至一个拐角 却陡然被人拉进漆黑的楼梯间 捂着我嘴唇的手似火一样烫 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 男人的声音隐忍而沙哑 别怕 是我 好耳熟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仔细回想 天旋地转间 我已经被身前的男人压在了墙壁上 目光相接 我认出眼前人 疏然惊愕地瞪大了眼 初次相遇 还是一周前 很明显 她早就认出了我 楼梯间外 忽然传来造杂的脚步声 似乎有人在找什么 她的外套就丢在走廊上 人应该藏在这边了 仔细找找 小姐还在等着脚步声慢慢逼近 抱歉 她只滴滴说了这么一句话 便忽然堵住了我的唇 呼吸交缠 唇舌相碰 狭窄的楼梯间像骤然燃起一把火 要将我和她一起焚烧殆尽 她抱着我的手臂越来越紧 整个人像没了禁锢的野兽 横冲直撞 就在这时 楼梯间的门忽然被打开 刺目的光线让我不自觉往后缩了缩 却又被她用力摁回怀里 腰间的手温度惊人 我下意识想挣扎 却被身前的男人吻得更深 来人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又把楼梯间的门关上 眼前的世界又变为一片漆黑 外面的谈话声朦胧传进来 有人没有 就一对也鸳鸯 脚步声慢慢走远 我的唇舌终于被解放 男人慢慢松开对我的禁锢 目光缓缓落到我红肿不堪的唇上 眸光幽暗 只一秒 她就抬起眼睛 自觉与我拉开了距离 抱歉 她的声音依旧十分沙哑 我用袖子狠狠擦了下嘴 怒声道 一声道歉就没了 你这是性骚扰 犯法的懂不懂 亏我还以为她是个绅士 看着沉默不语的男人 我的怒气直到达顶峰 报警 我要报 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 面前站着的高大身影忽然倒了下去 我被吓得差点咬到舌头 结结巴巴道 喂 你有错在先 可别想装死陷害我 以墙屈膝而坐的男人 闻言半合着眸子轻轻笑了一下 没有想陷害你 我也知道自己有错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 直到最后消失不见 楼梯间里一片寂静 她垂手 静静地坐着 连呼吸声似乎也已经消失不见 我大着胆子靠近 用手指戳了戳她的肩膀 小心翼翼道 喂 你没事吧 原本没有声息的人突然抬手握住了我的指尖 灼热的温度从她身上传递过来 让我的心脏狠狠跳动了一下 别留我一个人 似是梦意 楼梯间再度恢复沉寂 我抿了抿唇慢慢正开她的手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异常刺鼻 我没了困意 坐在椅子上发呆 医生说她吃了催情的药 所以才会发烧 还叮嘱我 小情侣之间想要情趣很正常 但要注意分寸 我红着脸磕磕巴巴 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脸上的温度还没有完全下去 我望向呼吸已经平稳的男人 有些疑惑 那种药不是会让人寿性大发吗 狗血霸总小说总是以男主中药为开局 地点也一定是在酒店 女主和男主一夜情之后必会跑路 怎么到我这里地点就变成了医院呢 我捧着脸看向病床上的人 五官冷峻 眉目英挺 下河线也符合小说里所说的四刀削过一般 很标准的男主长相 我抬起头 不欺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鹅蛋脸 低马尾 毫无特点的五官是放在人群里就会瞬间消失的存在 我搭了下眼皮 NPC的长相怪不得拿不到女主剧本 我把脸埋在病床的被子里 闷头想 如果我再漂亮一点 如果我再优秀一点 是不是路就会好走很多 是不是就会遇到真正爱我的人 迷迷糊糊睡到后半夜 我把头从被子里抬起来 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就看到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好奇地盯着我瞧 我吓得惊叫一声 转身就要往外跑 手腕却被一只宽厚的大手握住 穿着病号服的男人眉眼弯弯 嗓音含笑 别怕 他们不是坏人 是啊 小姑娘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良民 几个人七嘴八舌看着我的眼神越发热切 我精神未定 下意识朝病床边靠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自己的手腕被磨洒了一下 等我在偏头望过去的时候 手腕上的手却已经松开 转而伸到我面前 她眼眸深邃 望着我 露出一个笑 正是认识一下 我叫孟飞燕 这项炫慕至极 我正正地握住她骨节分明的手 连声音都在飘 你好 我叫苏元 孟飞燕看着我愣愣的样子 脸上的笑意更深 我好看吗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好看 其他几个人的怯笑声将我惊醒 刷得一下 我整个人红了个透而身侧 男人的眼里含了几分打趣 望着我笑得更加灿烂 孟先生既然已经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慌乱地收回视线 红着脸直接冲出了病房 直到走出很远 我才停下脚步 太尴尬了 幸好跑得快 我输出一口气 暗暗祈祷 最好以后都不要再和孟飞燕碰面 对上那张脸 我真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只想盯着她看 我暗叹一声 自己不争气 抬脚准备离开医院 身后却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苏元窗前 傅容川正拿着手机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很久没见 她瘦了很多 定号服在她身上空荡荡的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想法 竟然是孟飞燕穿着病号服 就比她好看很多 淡淡看了傅容川一眼 我没有搭理她 自顾自往前走 可她却快步追上来 握住了我的手肘 苏元 你还在装什么 来医院不就是看我的吗 傅容川顿了顿 语气软了几分 我知道你想复合 我答应还不成吗 我来医院和你没关系 我甩开她的手 一字一顿道 傅少 麻烦你放开我 你到底在闹什么 傅容川背下了面子 脸色又阴沉下来 我已经和那个女人断了 你还不满意吗 高高在上 仿若施舍 和我有关系吗 我不耐地皱起眉 傅少 我再说一遍 我们分手了 你的事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苏元 你再说一句没关系事事 傅容川神色阴冷 攥着我胳膊的手越来越用力 你放手 我吃疼 却怎么也甩不开她 傅先生 麻烦您放开我们小姐 对质之际 我突然被几个身影团团围住 方才在孟非燕病房里的几个男人沉着脸将我护在了身后 傅容川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不屑道 我和自己女朋友说话关你们什么事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连忙反驳她 傅容川气得不轻 怒声道 苏元现在到我这边来 我们还有可能另外几个人瞥她一眼 把我挡得严严实实 小姐 我们先生有事请您过去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麻烦你们带路 苏元 傅容川沉声叫住我 语气暗含警告我 最后再说一次 到我这边来 我轻笑道 傅容川 我也最后再说一次 我们分手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她气急返笑 好 苏元 你有种 我倒要看看 离了我还有哪个男人 肯要你这种寡淡又无畏的女人 她眉眼阴沉 冷声对我说 跟他们滚吧 外面下了小雨 我被带到地下停车场时 孟非燕正坐着宾利的后排 垂眼处理公务 她换了风衣 还戴上了眼镜 整个人更显儒雅 似是听到脚步声 她抬眼朝我望过来 神色温和 我理了理被雨打湿的刘海 轻声问好 孟先生叫我的名字就好 她下了车 十分绅士地将手撑在车门上 笑道 苏小姐也算我的半个恩人 不知道能否给我一个送恩人回家的机会 我被她盯着 脸上又开始发热 连忙道 麻烦孟先生坐进车里的一瞬间 仍带着主人身体余温的大衣轻轻落到我的腿上 盖住了我 穿着短裙的下半身 体温和大衣上她留有的温度逐渐融为一体 鼻尖也萦绕着一股好闻的淡香 我恍惚有种被她搂在怀里的感觉 脑子一片空白 就连刚刚和富荣川的争执也望得一干二净 气温在下降 不要动坏了她话语里透着自然而然的关心 不会让人觉得突兀 我努力唤醒生锈的脑子轻声道了泻 车里一片静谜 孟飞燕似乎很忙 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膝盖上的电脑 我也就很识趣地保持安静 只看着车窗上斑驳的水痕发呆 好在花店很快就到了 车子停下的一瞬间 孟飞燕皱起眉 把电脑放下 亲自打着伞 为我开了车门 司机看着自家老板被雨淋湿的半边肩膀 扭头想从后座的储物柜里拿干毛巾 却不小心碰到电脑显示屏亮起 搜索栏上有一串最新的搜索记录 分别是怎么和喜欢的女孩子聊天 和心动的女生独处该怎么做 喜欢的女孩太安静了怎么办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我给孟飞验到了杯热茶 孟先生暖暖身子 她接过杯子 向我道谢后 目光落在店里养着的茉莉和玉金箱上 苏小姐把这些花照顾得很好 谢谢 没有哪个园丁不喜欢听别人夸自己的花长得漂亮 我高兴昏了头 捡下几只茉莉蓬给她 孟先生喜欢就带一些回去吧 撞进她带着淡笑的毛子 我才后知后觉地开始害羞 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以为你会喜欢她 轻轻笑了笑 抬手接过花 嗓音温和 很漂亮的茉莉 和苏小姐很像 我确实很喜欢 睡觉时 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 无声尖叫 她什么意思 是在夸我吗 我咬着指甲思索 或许也就是随口一说 衣架上挂着孟非燕忘记带走的大衣 初见时 她送的帕子还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的梳妆台上 我想起她的脸 儒雅风流 眉眼温和 永远那么绅士有礼 这样一个人 也许对谁都这么周到吧 第二天一早 花店大门上挂着的铃铛就叮铃铃响起来 欢迎光临 请问需要什么 我拿着修剪花枝的剪刀 偏头望过去 在看清来人后 惊讶出声 孟先生 孟非燕一身沉塑的黑色西装 一举一动 依旧十分优雅 苏小姐早上好 我来拿风衣稍等 我洗干净手 连忙把装着风衣的纸袋递给她 抱歉 昨天忘记了 还麻烦孟先生特地过来一趟 没关系 本来我也是要过来的 她笑着看向我 浅褐色的毛子里散着些出尘的阳光 暖洋洋的 昨天的茉莉很漂亮 我很喜欢 麻烦苏小姐以后每天为我留一只 可以吗 我看着她英俊的面旁 正正地点了点头 可以 从这天开始 孟非燕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来我的花店 取走一只茉莉 她偶尔会给我带一杯咖啡 有时也会在店里坐上一会儿再离开 渐渐地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等她过来 但是这天她没来 我以着门框从朝阳出声 等到夜幕低垂 看着仔细挑选出来的那只茉莉 我的心里涌上一阵失落 只是一天没来而已 我难受个什么劲 明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叹了口气 准备闭电 手机却在这时突然想起来 是一天没见的孟非燕苏小姐 我突然想起 有个手帕还在你那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送来 我现在急用 可以 你把地址发我 我毫不犹豫地印了下来 甚至没有细想 一个手帕而已 能有什么急用 只是猎人准备收网 我这个被盯上的猎物 不知不觉中早已落入她的陷阱 我到孟非燕说的酒店前时 一群人正有说有笑地从里面出来 我媳妇派车来接我了 各位 我先走一步 我老婆也在催我了 各位 单身狗不送了 我女朋友饿了 我得回家给她做饭 也先走了 炫什么呢? 怕老婆的都赶紧滚 人群一下子就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人 而孟非燕一身黑色大衣 面容随和 只见香烟忽鸣忽灭 修长有形的身影格外显眼 得救我们搁几个了 要不一起去耍耍 孟非燕在身旁人这句话落地的瞬间 抬眼望向我 她掐灭烟 笑意逐渐浮现 抱歉 有人接我就不去了 擦 燕哥 你可以 铁树开花了 什么时候谈的 也不通知我们几个嫂子在哪儿呢? 几个人顺着孟非燕的目光朝我望过来 议论声戛然而止 屋榻里面全是圈子里的熟人 没人不知道我是傅荣川的前女友 我在犹豫要不要开口解释 孟非燕就站到了我面前 介绍一下这位是苏元 她笑着望向其他人 现在叫嫂子还太早 因为我还没追到 一句话把我和在场人都炸得晕头转响 燕哥 你疯了 傅荣川的前女友你也那人话说半截 就被孟非燕淡淡一眼给吓得脸色一白 气氛冷下来 有人笑着站出来打圆场 徐晨刚度假回来 带着一帮朋友正嗨呢 要不咱们也去热闹热闹 坐进车里后 孟非燕又恢复了平时那副温和的模样 把安全带系好 我还没从她那句话中回神 愣愣地就去扯安全带 扯了半天也没扯过来 是驾驶位的安全带更安全吗 她无奈低效 俯身靠近我 嗅着她身上的淡香味 我整个人紧张得就快窒息 希望我今天的话不会对苏小姐造成困扰 她替我扣好安全带 抬起眼玩耳一笑道 也希望苏小姐能给我一个机会 离得太近了 我几乎能看清她瞳孔里转动的流光 或而不昧 深邃又迷人 我几乎要沉溺在里面 孟非燕看着我满脸通红的样子 毛子里阴晕出几分笑意 看出来了吗? 我有些慌乱地移开目光 磕磕巴巴地问 神 什么? 她缓缓靠近我的耳朵 轻声说 从第二次见面开始 我就一直在引诱苏小姐 并且十分期待能得到回应 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炸开一片白花 这下别说脸了 我整个人都变成了红色 似乎十分满意我的反应 孟非燕嘀嘀地笑了一声 撤回身子 带着满脸的笑意 启动了汽车 我被孟非燕的话 炸成了一个完全失去思考能力的傻子 到地方后 她牵住我的手往里走 我也毫无反应 一身白衬衫温雅的徐晨 看见我们牵在一起的手 十分意外地挑了挑眉 小元阿燕 好久不见 徐晨是人情的联姻对象 我认识她 她自然也认识我 我很不喜欢徐晨这个人 她看着体面 私下里却和富荣川是一样的浪荡 富荣川是大大方方的渣 徐晨在外人眼里 却是十分难得的好男人 好到所有人都觉得是人情高盼 徐晨顾家从不夜不归宿 会主动报备行程 但对于那些投怀送报的女人 她却从不拒绝 我和富荣川还在一起时 甚至亲眼看见过她 搂着自己助理 在人情的床上睡觉 对于不喜欢的人 我向来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孟非燕大概察觉出了我的情绪 阿内式地捏了捏我的手指 没有搭理徐晨 牵着我静止进了包厢 徐晨没在意 将没有送出的烟收回盒子里 转而去招待其他人 包厢里人很多 大多都是上流圈子里的人 有些我跟着富荣川见过 孟非燕牵着我坐下 给我要了一杯温牛奶 我们身边的徐晨小富上 坐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 举止轻挑 她懒散地把手搭在那女孩的腰上 笑着摘下金丝眼镜 捏着那女孩的下巴 亲了上去 所有人都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阿陈钦这么猛 嘴肿了 不怕任大小皆生气啊 徐晨的手 还在那女孩的衣服里 文言倦怠地抬起眼 轻轻笑了笑 我们阿晴提气好 不爱吃醋 现在没有人知道 人情其实是假千金 任家那位真千金回来 正闹着要人情 滚出任家 顶替她的婚约 这个结果眼上 人情敢闹吗 包厢里发出阵阵嘻笑声 我皱起眉 低头喝了一口牛奶 不想呆了 那我们先走 孟非燕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臂弯上 带着我站起身 路过宋家那个受了情伤的大小劫时 恰巧听见一群男人为了安慰她而贬低伤明家 和富荣川谈了这么多年 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看不起我 只有伤明家平时肯照顾我一二 我抿了抿唇 攥紧孟非燕的衣服 站住脚反驳道 你们胡说什么明家姐 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只是声音有些陡 到底露了几分怯 有人痴笑 孟非燕 能不能管好你女人 富荣川的破鞋还当宝贝 我看你和陈志南一样 天生被女人玩的命 我握紧拳头 刚想上去理论 就被孟非燕挡在了身后 她神色平静 低头点燃一支烟 烟雾鸟鸟中 孟非燕缓缓抬起眼睛 勾起一个温和的笑 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救护车 你可以让人先去准备 她这话说得十分礼貌 让那人生生愣住了 而下一秒 桌上的啤酒瓶 就碎在了她头上淋漓的血中 孟非燕叼着烟 拎着没了半截的啤酒瓶 一脚将那人踹倒在了地上 她慢慢碾上那人的手 面容温良 甚至唇角还带着微笑 对我的人出言不逊 谁给你的胆子 我正想着 要不要再给孟非燕 递个完整的酒瓶子 包厢的大门忽然被打开 商明家踩着恨天高 挽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向来不会让自己受半点委屈的商家 大小街 谁敢惹屋里凡事说过她半点不是的人 都被她收拾了个遍 宋家那位大小街 吓得差点晕过去 聚会不欢而散 直到坐上孟非燕的车 我脑子里还在循环商明家穿着高跟鞋 踩在那些男人脸上的画面 这么喜欢商明家 正开车的孟非燕抽空看了我一眼 我没听出她语气中的不满 使劲点了点头 你不觉得明家姐很漂亮吗 像玫瑰一样 就像荆棘丛中的玫瑰 热烈又张扬 红灯亮起 孟非燕天头望向我 眼睛里倒映着绚烂的霓虹灯 与我的影子 嗓音平润 不觉得车子重新启动 我听见她说 玫瑰固然美丽 但在我心里 茉莉更胜一筹 我挣住 脑子里回想起她曾说过的那句话 很漂亮的茉莉和苏小姐很像 我整个人因为这句话变得轻飘飘的 像踩在云端一般 原来情话是可以罪人的 不想下车吗 孟非燕含笑的嗓音忽然响起 我这才发现 原来早就到了花店门前 没有谢谢孟先生 我不敢看她 垂着眼去开车门 手腕却突然被她握住 等一下 侧脸被一只微凉的手轻轻抬起来 孟非燕温朗的脸放大在我眼前 她的视线慢慢往下 轻声说 唇角有根睫毛 酥酥麻麻的 触感落到唇边 我几乎能感受到她温热的呼吸 太近了 我紧张得不知道该往哪放自己无处安放的目光 气氛忽然变了味 像甘草里掉进一粒火星 一触即燃 我慌乱地想抬眼去看 时间却不欺然 撞进她幽深的眼眸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句话 对视 是人类精神层面的接吻 我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 匆忙想垂下头 却又被她抬起下巴 为了避免对视 我不得不把目光落到她微泯的嘴唇上 她的手指轻轻拉撒着我的肌肤 嗓音微哑 一直这么盯着 难道不想试试亲上去到底是什么感觉吗 脑中像是榨起一朵烟花 我呆呆地坐着 目光仍落在她看起来温软干燥的唇上 到最后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有胆子拽着面前男人的领带亲上去的 只记得唤起时 孟非燕亲吻着我的唇 叹了一声 好姑娘 孟是掌权人 谈了个女朋友的消息传到圈子里 不少人都暗暗择舌 到底是哪个仙女能让寡了三十年的孟非燕动心 妇荣川又喝多了酒 倦怠地听旁边人说八卦 听说比孟非燕小六岁 可嫩了 我上回见过 个子不高 长得也不怎么好看 孟非燕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这么看重 家里应该很牛吧 不是圈子里的 是开花店的 叫什么 苏元这人话音刚落 就感觉背后一阵凉意 妇荣川眉眼阴森 掐着面前人的脖子 冷声问 你说那个孟非燕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其他一直不敢说话的人 连忙上前拉开妇荣川 你是要把人掐死吗 苏元才认识孟非燕多久 这群人都胡说八道的 你生什么气呀 妇荣川这才有了反应 所以你们早就知道了 其他人吱吱无道是阿臣说的 看戏的徐晨挑了挑眉 我本来也以为孟非燕是王婉 谁知道她还真给了苏元名分 妇荣川眼睛通红 松开手里快要窒息的人 在屋里来回踱步 自言自语道 不可能 苏元不可能会爱上别人 她就是和我置气 我去找她 我要去找她 扶荣川冲出门 毫不犹豫地闯进了雨里 荣川疯了 有看透的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是回过未来了 可惜呀 晚了 今天黄昏时忽然下了雨 孟非燕像是早有预料 提前来到花店帮我搬花 搬好花后 我们两个的衣服都差不多湿透了 雨夜静谧地接到微黄的灯光和一对正在热恋的男女 孟非燕捧着我的脸 自然而然地俯身吻下来 隔着被雨打湿的衣服 两个紧贴的身躯逐渐开始发烫 孟非燕却忽然放开我的唇 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喘气 怎么了 我被亲蒙了 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她用牙尖轻轻咬着我颈侧的皮肤 嗓音哑得厉害 没 怎么 是我有些累了 身前男人的臂膀坚实有力 我感受着颈侧细微的刺痛 忽然想到明家姐说的话 孟非燕她不行 怪不得被下药 只是发烧 今天都到这个地步了 她也没有再继续的意思 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 那你先休息一下吧 她嘀嘀地应一声 落了个亲吻在我唇边 我把持不住 正要亲回去时 却听门上的铃铛忽然发出一阵脆响 苏元 我胃疼 妇容川浑身湿透 狼狈地扶着门框 眼睛红得厉害 孟非燕皱起眉 将我护在身后 妇容川就像看不到她一样 只盯着我 轻声说 苏元 我来接你回家 妇容川 我已经说很多次了 我们分手了 我的语气带了几分不耐 她勾搂着腰 似乎疼狠了 却还不肯罢休 我不信 你这么爱我 怎么可能会爱上其他人 小元 我们回家 明天就去领仗好不好 妇少 孟非燕把我搂进怀里 毒舌道 和自己奶奶领证 是否有些不妥 爷爷还在这儿 傅少不先问声好吗 傅容川想起以前对我说过的话 脸色一寸寸变白 小元 我错了 我以前是混蛋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我牵着孟非燕的手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心里什么情绪也没有了 傅容川 太晚了 浪子想回头了 可我已经不想要了 看着苏元平静的神色 傅容川知道自己彻底没有机会了 她和苏元在一起太长时间了 时间长到她习惯自己一回头就能看到她 所以这么多年 她仗着苏元的爱肆意妄为 至此 她终于把她的爱消磨殆尽 她真的不想要她了 傅容川走后 花殿的大门刚被关上 孟非燕就把我按在墙上 低头又吻了下来 很轻柔地吻 不带丝毫情欲安抚一般 我知道她在心疼我 一吻闭 她抵着我的鼻尖轻声说 我们小元有人爱死水一般的内心 因为她这句话泛起涟漪 我的眼眶疏然红了 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以前受了再多委屈 我也能忍住不哭 不是太坚强 只是因为我知道被爱 才有掉眼泪的权利 孟非燕轻轻叹了口气 把哭到喘不上来 气得我懒进怀里哄孩子一样 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她太温柔了 让我有种做梦的不真实感 我钻住她的衣袖 哽咽着问 我不漂亮 也不优秀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孟非燕仔细地擦掉我的眼泪 闻眼抬眼望向我 笑着轻轻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很意外的答案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爱你 但我知道我只爱你 凌晨时分 我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后 孟非燕才准备离开 天边已经泛起雨堵白 一杯水都没喝 就让人走 也太没有人性了 我在门前扯住了她的衣摆 试探着问 要不你今天就先在我这里休息吧 她挑了挑眉 有些意外 对我这么放心 我一时嘴快 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你又不行 能对我做什么 是谁在外抹黑我的名誉 孟非燕一步步逼近我 似笑非笑道 我不行 不 不是吗 我贴着墙根 退无可退 聂如道 你被下药也只是发烧 看来做人也不能太正派 她把我扯进怀里 咬上我的耳尖 小元 我认为有必要重塑一下自己在你心里的形象 花店休息间狭窄得要命 已经深秋 房间里却一反常态地闷热 我趴在门板后哼哼唧唧地哭 孟非燕 我信了 我真信了 可她却轻声低笑道 小元晚了 孟非燕比我高出好多 只需稍稍弯腰 就能从背后和我接吻 唇与唇相贴 她却像仍不满足 偏过头克制地咬在我的肩头 像是在竭力控制下将我吞吃入腹的欲望 直到我的肌肤上留下她的痕迹 她才满意地松口 孟非燕 求你了 我 我求饶的话还没出口 就被她撞得破碎不堪 整整一天 花店都没有开门营业 迷迷糊糊 快要失去意识的瞬间 我感到额头落下前程一吻 孟非燕低哑的声音响在耳畔 我的小茉莉 我和孟非燕结婚 没有邀请太多人 人情为我整理投杀时说 傅荣川刚刚来了婚礼现场 傅荣川让我把这个带给你 她拿出一枚戒指 是我分手时还给傅荣川的那枚以前的旧东西 还要她干什么呢 我把戒指丢进垃圾桶 我要向前走了 你告诉她不要再做这些没用的事 人情欣慰地笑了 爱人如养花 小元 你变了很多 孟非燕对你真的很好 我抬头望向镜子里的自己 大方优雅 脸上已经没了怯懦 多了些自信和从容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比起恋人 孟非燕更像我的引路人 作为年长者 她把自己的人生阅历 毫不吝啬地传授给我 一点点 带着我把花店开到国外 她爱我的方式 是给我离开她的底气 小元 你快看 楼下惊呼声此起彼伏 我朝楼下望去 孟非燕一身白色西装 牵着一匹白马 正笑意盈盈地望向我 小元 我来接你了 她来接我 嫁给她 我不漂亮 也不优秀 但在这一刻 我是全世界的主角 没有犹豫 我提着裙摆跑下楼 扑进她怀里 从此以后 再长的路由 她陪我走 我来接着 我们之后 我们来接着